第三次來港的景海鵬 一見記者就入鄉隨俗 女士們 先生們 媒體的各位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航天員金海鵬 他分享星空往事 回憶自己多次感動流淚 在整個日舞期間 我曾多次落淚 但最後媒體說 我曾經兩次流淚 其實多次 因為當時我又補充一句話 我說時間關係 這次我只能爆料兩次 而中國首位女太空人劉洋就認為 女性在國家航天事業當中很重要 大家都知道 男女共同頂起了一片天 男人頂起半片天 女人頂起半片天 我想一個詮釋男性航天員的乘組 能夠圓滿完成任務 那麼同樣都是女性航天員的乘組 也一樣能夠圓滿地完成任務 事實也證明 我們的各項工作完成得非常地圓滿 我想在未來探索宇宙的道路上 女性航天員 將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角色 至於首次來港的劉洋就說 首要任務是救物 我太太領來之前昨天晚上 很晚給我列了個表 需要買很多東西 包括我父親我母親的 她自己的還有我女兒的 我也希望有機會能在香港大量的購物 為香港的經濟繁榮做一點最實際的貢獻 中國載銀行天工程副總指揮牛洪光說 中國將會在2020年建立太空實驗室 港澳台科學家有機會去中國太空站工作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 許佩芝報道